反服貿延燒全台抗議活動四起 反服貿活動蔓延全台除了主戰場立法院 無法北上的東部、南部學生也不落人後 上街舉標語喊口號就是要大聲說 我反服貿 敗黑色 敗黑色 救民族 救民族 愛的同學們 愛的同學們 我們聽你 我們聽你 不滿政府就是非常不作用 因為這是有關於就是整個人民的法案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一定要這樣子 昨晚市民廣場舉辦遍地開花 反黑箱服貿協議晚會 吸引大批學生聚集 今天要說什麼 他說這個服貿是合情 合法 合理 和民主兵 今天 台南的晚會也很熱鬧 這就是時代的巨輪在推的進步 這就是新世代興起所帶來新的生命力 昨天稍早 高雄的抗議活動 還有大學生特別戴上馬龍龍帽子 奉刺馬英九總統 請你立即將服貿協議退回 馬英九總統 你不要再裝作沒聽到了 南投雖然沒有大型機會 但民眾拿著布條在大馬路上 快閃抗議 勇氣可加 南台灣反服貿的勢力不斷集結 四沿北上拉長戰線 我們今天下午才開始召集 那短短的時間呢 就已經號召到了200多人 總共有6輛的遊覽車 那現在正準備要前往台北 聲援反服貌 動新聞綜合報導